一年一度的未来科学大奖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李佳阳、袁龙平、张启发获得生命科学奖 马大为、周麒麟、冯孝明共同获得5只科学奖 林本坚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来自泰安的林本坚教授尤其出人意料 其获奖的代表性工作正是来自今年年中心事件被高度关注的新片领域 当前全球半导体高阶制成所用的浸润式微影技术 便来自他的发明 对于泰安半导体产业的辉煌贡献巨大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林本坚林本坚是谁 这可能是刚刚发布的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中最令人陌生的名字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发明影响了世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技术路径 包括英特尔等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巨头 由此设计耗资巨大的研究机内追随机技术标准 从此造就了台湾半导体的辉煌成就 对台湾科技业发展贡献巨大 林本坚 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奖获奖人 HTTPS-TECH-NICAP-CO-JP-林本坚 Ben J-Lane的代表性工作是八名 并推广进入许维影技术 使其成为半导体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技术路径 摩尔定律大意是指芯片尚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约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 一般来说,晶体管越小,芯片就越快,耗能更少 已经成功维持了半个多世界的摩尔定律 令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从笨重的大型台式电脑一步步也变到今日的智能手机 智慧变得越来越小 而计算能力却越来越强大 推动这一切的背后有许多的英雄 而今天的未来科学大奖获奖人领本坚 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位 具体来说,它持续的推动了芯片 制造中先进光刻技术的发展 在光刻中,目的是把画了很多电路、文母板 进一步缩小放到芯片上 这有点像照相机 到底缩小到怎样的程度呢? 比如,一根头发丝的横前面是80微米 也就是80,000纳米 如果用28纳米的工艺,要放下2万个单元 把如此庞大的电路缩放到小小的芯片上 难度可想而知 2002年,林本坚发明了浸润式微影技术 彻底改变了集成电路的生产 这项技术是在透镜和归贴表面的解析中 用水代替空气,以提高分辨率 当时全世界的半导体研发团队都在专注于157纳米波长技术 林本坚创造性的193纳米波长的光 通过水缩为介质 将其缩短至134纳米 震惊世界 它自自不倦地通过各种国际研讨会 收服同行使用该技术 由此继续将摩尔定律延续下去 林本坚的父母早先时候居住在香港 在抗战时期逃到相对安全的越南 林本坚便出生在那里 在越南,他一方面接受中国式的教育 另一方面引起父亲曾是一所英文学校的校长 为他学习英文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 17岁他到台湾新竹高级中学读书 后来考入台湾国立大学的电机 习并获得电机学士 此后,林本坚赴美读书 于1970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博士 毕业后 他本来想进入一家光学公司 但没想到误打误撞进了IBM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在光学方面的训练 倒是在半导体成像方面 帮了他很大的忙 这样,从光学设计转到半导体技术 他在IBM不断提高成像技术 一干就是22年 不过,当时的IBM 他的技术路线并不被看好 而处在研发阶段 谁都不知道哪一条路会成功 当时为了抗议公司主流的技术路线 林本坚写了一个大的布告 窃到办公室的墙上 说,X光只是给牙医用的 他的职友可见一般 当时的IBM有很多人是做物理出身 他们认为,把身子外线缩到250多纳米 用X光可以做到甚至更低一点 当时的IBM花很多力气去研究 X光方面 而林本坚写坚持认为 到250纳米之后 光学微影是很有前途的 离开IBM 林本坚选择了创业 成立了Innovation 发展与光客相关的软件 以及其他技术 但八年之后 他的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被一家打公司收购 他陷于无力与之竞争的绝望之中 恰在这时 台机电来电话他家忙 经过一番了解后 林本坚欣然应允 2000年 林本坚回到台湾 加入了台机电 那时 全世界都在走样武器纳米 拨长的微影时刻的技术 不过 林本坚认为这个技术 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 需要领密台图 2002年 他开创新地发明浸润性 微影这项颠覆性技术 扭转的技术潮流 成功引领了全世界的半导体 研发 林本坚曾是台机电的研发副总裁和杰出研究员 作为IEE终身研究员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还获得了IEE Cledo Brunetti 奖2009年 John D.C. Nishisawa Mandell World 2013等奖项 林本坚说 实际上 他并没有把获奖设定A目标 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对公司或者技术社去有用 奖励只是一个副产品 从台积电退休后 他被聘来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为培养半导体研究的人才继续贡献其力量 生命科学奖励 李嘉阳 袁隆平 张启发或奖励由 奖励他们系统性地研究水到特定性的分子机制 和采用新技术水域高产优质水到新品种中的开创性贡献 李嘉阳 李嘉阳 1956年7月出生 安徽肥西人 植物分层遗传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德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李嘉阳院士 长期从事高等植物生长发育与代谢途径 调控的分子 网络研究和水到品种设计于种 注重于产名高等植物株形形成的分子机理 并指令于水到的分子品种设计 培育高产 优质 高抗 高效性品种 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开创性贡献 引领了该领域的国际科学前沿 李嘉阳领衔的团队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公关 通过分子设计于种技术 精准选出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组装在一起 破解水到了高产不优质 优质不高产的难题 该研究成果 水到高产优质形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 也荣获2017年度国 加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袁龙平 袁龙平 1930年9月生于北京 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 中国杂交水道育种专家 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道的开创者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道之父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县西南大学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施密特C City小行星项目组 发现了一颗小行星 被命名为袁龙平星 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 外籍运使 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 袁龙平是杂交水道的研究领域 不开创者和带头人 致力于杂交水道的研究 先后成功研发出三七把杂交 水道 两七把杂交水道 超级杂交道177 与此同时 袁龙平平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 运用超级杂交道的技术成果 出版中 英文专注令部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2017年7月 建青岛海水道学院首席教授 2017年9月 袁龙平宣布一项 批出水道中中间数格的新成果 2018年4月14日 袁龙平在海南接受凤凰采金采访 时发表了对转基因的看法 对于转基因大斗 袁龙平指出 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 都是没有问题的 袁龙平表示 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张启发 张启发 1953年12月 出生于湖北公安 作物遗传育种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76年张启发 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5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带维斯分校博士学位后 留在该校从事博士后工作 1986年回国后 在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习工作 先后担任讲师 副教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4年担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首任院长 1999年当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 2000年当学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1年担任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 2007年当选 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年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将启发一支致力于水道基因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抗虫 抗哈 烧化的绿色超级道 麒麟先开发的抗虫转基因水道 就是绿色的超级道研究中的一部分 物质科学奖马达为周麒麟逢小名获奖理由 表彰他们在八明星催化剂和星反应方面的创造性贡献 为合成有机分子 特别是药物分子提供了新途径 马达为中国科学院上还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副所长 美国匹兹宝大学和梅友 Clinic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上还有机化学研究所 理学博士 山东大学化学系 理学学士 主要研究方向是具有重要生理活性的复杂天然产物全合成 有机合成方法学 化学生物学等 周麒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院长 南开大学原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原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编委 2009年12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是不对称催化 包括设计合成新型手性配体和手性催化器 开发新的不对称催化反应 生物活性的手性天然和非天然化合物合成 手性妖物合成等 冯小明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化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8年获兰州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1996年获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学位 2013年12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不对称合成方法 学习手性医药 农药和具有胜利活性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对不对称合成中发展新型优势 手性催化剂、新反应核心策略等核心和挑战性问题 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去知识分子网站看一看这些文章 北生所研究员 汤拿获2018年度顾校成奖作奖 HTTP WWW Gash Fancy COM News Multiple 3854 HTML 扎克伯格宣布提供1250万美元 助退医学呈现技术发展 HTTP WWW Gash Fancy COM News Multiple 3857 HTML 障碍复制上方链接 浏览器打开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颜色 请�订阅